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调料有酱油 白糖 蚝油 豆瓣辣酱等 今天这道菜是一个小炒菜 小炒菜呢 损了还好说 这个腊肉很多人在炒菜的时候 这腊肉这个东西是不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其实啊 我们只要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腊肉 味道纯香 肥不腻口 瘦不腮牙 不仅风味独特 并且具有开胃 去寒 消失等功效 我们首先把腊肉给它切一下 今天您选了两种 这种腊肉就是普通的 在北方和南方都可以煎得到的腊肉 对对对 然后那种是在广东地区比较常见的 为什么要选两种呢 腊肉 这个腊肉呢 闻起来呢 有一种熏肉的味道 很重的熏肉味 鲜薰味 第一口感呢 韧香 嗯 但会偏硬一点 对 这个呢 你别看现在韧 是吧 一炒回软 而且呢 有一种酒香 还有点甜味 对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它就是啊 盐 糖 再加上高度的白酒 拌匀了以后 灌在里面 就可以了 但是呢 二锅头不行啊 这个呢 一定是要用这种 像这种 驱酒啊 或者是啊 像这个山西的分酒啊 都是可以的 味的是让它最后有一点发酵的味 对对对 原来腊肠是真的做出来的 好 我们呢 把这个腊肉 那这种烟熏的腊肉 在我们城市的普通人家 确实是没有条件做 对吧 这是应该用柴火来 对对对 熏出来的 对 但是呢 我们就是在城市里面 嗯 我们要做这种腊肉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经过熏的 就直接腌 今天呢 因为是个小炒菜 铁钢师傅给腊肉改刀 改的也还是比较成条 对 因为冬笋这样食材 其实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味儿 对 你给它什么味儿 它就是什么味儿 没错 所以我们知道铁钢师傅选这两样腊肉 因为它们两个的味道比较浓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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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广式腊肠原来是 原来需要一些高度酒的 嗯 对 嗯 怪不得吃起来有一种酒香味 因为呢 它呢 甜鲜适中 嗯 挺柔和的这个味道 对 好 我们切好以后 然后呢 先浴制一下腊肉吗 来 加入水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浴制腊肉的步骤 其实就是飞水了 来 然后呢 稍微的来一点点糖 嗯 然后呢 把腊肉 腊肠 先放下去 微它一下 想想 腊肉肯定是咸的 嗯 铁钢师傅往水里放了一些糖 目的应该是为了中和它的咸味 对 让它不要那么凌厉 那个味道 柔和一点 今天呢 这个冬笋呢 我们选了两种 啊 一种呢 是罐头装的 一种呢 是鲜的 冬笋 营养价值丰富 稚嫩味鲜 清脆爽口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 微量元素 以及丰富的纤维素 促进肠道蠕动 有助于消化 罐头的这种是 它被用高温煮过一下的是不是 哎 对 那其实可以算是半成品了 嗯 对 可以算是半成品 那待会和这个鲜笋一起做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正二呢 就是说 它的口感呢 是两种口感 嗯 一种呢 是脆嫩 鲜香 嗯 一种呢 是软嫩 适中 好 然后呢 我们给它抛开 看啊 很密实 对 抛开以后呢 我们呢 用擀面杖 擀面杖 给它呢 给它敲松 给它呢 敲松 敲松以后呢 我们给它 不敲松就怎么了 不敲松呢 它比较密实 不好入味 不光是嚼起来费劲啊 不是费牙的事啊 对 是要让它入味 但是这个就用不着了 直接切就可以了 我们呢 也是 这个就软滑多了 软滑多了 是吧 我们呢 也是要给它 这个也要这样啊 我觉得这种水的这个 半成的笋 最大的毛病就是它有水 就是说 就是你老担心 它下锅以后 自己会出水 就是说这种呢 它的这个形状 好成型 对吧 它比这个 它要好成型 没有鲜笋那么清香 不过今天 它是为了补充口感 加进来的 现在呢 我们这个肉呢 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这个差不多 其实就不像我们煮生肉 那么有严格的标准吧 对 这个呢 只要它成熟就可以了 也变得很透亮了 好 我们呢 给它 盛出来 嗯 煮好的腊肉 对 看颜色变得 很透亮了 嗯 比刚才漂亮多了 这个时候呢 看啊 我们煮好的这个 汤 嗯 里边呢 有很多 油脂 是 对吧 腊肉的那个肥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 啊 借着这个焯一下笋 嗯 太冲了 啊 因为呢 这个鲜笋里边呢 它呢 虽然说美味 嗯 但是呢 鲜笋呢 它含有一部分 草酸物质 草酸物质 对 所以呢 一定要焯烫一下 如果不焯的话 这个笋怎么做 都去不了 它的那个色的味道 对 就很糟糕 最后 焯 笋 铁钢师傅用的是 刚才煮 腊肉的 汤汁 因为本身还有 腊肉的油脂 可以在这个步骤 就让笋 得到一点好处 对 但是时间呢 哎 时间呢 就是说我们呢 微它两分钟左右 就是让这个 鲜笋啊 嗯 初步成熟 就可以了 嗯 这一锅汤的那个腊肉 香气哦 很香 这个步骤就能让 笋 嗯 接受肉味了 哎 我们呢 多来一些大蒜啊 这样呢 让它呢 香气 我帮你看 不要摁 哎 好 哎 还是您来吧 这个蒜太大了 这个很管用的 就在炒菜的时候 真的很好使 这招 好 我们呢 稍微的来一点点油 然后呢 把火关小 嗯 锅热了 关小 喝过凉油 嗯 先把压好的蒜 整粒扔进去啊 对 这怎么不是烧菜 我有时候经常猜不透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当这个蒜呢 嗯 微微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们呢 不过这个蒜整粒下去 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对 直接先把笋炸了锅 来 把笋呢 放到锅里面 然后呢 稍微的煎炒一下 我们呢 让这个笋呢 破除一部分水分 让它呢 成这种饥渴状态 然后把这个香肠跟肉放下去 它的香味才能够更好 嗯 就是让那个笋很想吃肉 对 再把肉放下去 嗯 低饿了法 我帮您切葱吧 嗯 好 切马蹄葱还是眉毛葱 还是 嗯 马蹄 马蹄葱找一样 哈哈哈哈 您切吧 哈哈哈哈 好 我主要是怕切坏了以后 影响您的这个菜品的 嗯 我帮您换锅算了 我还是拿稍微采一下吧 哦 所以先下笋的目的是 因为笋里面水汽多吗 我们先让它出一出水 对 让它再好吸那个肉汁啊 嗯 好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把辣肉 嗯 香糖放下去 然后呢 加入 少许的 有个辣酱 来 稍微的来一点就可以啊 嗯 来一点辣酱 来一点 蚝油 蚝油 糖一点 加一些糖啊 再用一点点 盐 一点就可以了 啊 稍微的来一点点 酱油 调味料 还放了挺多样的哈 放了肉瓣辣酱 放了糖 放了一点点盐 还放了一点蚝油 还放了酱油 嗯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笋 就是刚才写刚师傅说 他现在很想吃肉 对 然后腊肠下去的分子之后 嗯 好 这个呢 一定呢 把这个汁呢 嗯 炒得要干一些 这样呢 它才会香 嗯 其实这两样食材都已经熟的成熟度 是可以吃了 嗯 来时间是不用很久 嗯 放一些青蒜 嗯 来一些 红椒 这主要是为了调颜色了哈 对 嗯 好香 好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了 冬笋炒腊肉 风味小炒 简单好做 第一步 温水下锅焯至腊肉 当汤色变白时 捞出腊肉 第二步 用焯过腊肉的白汤 再把拍松后的冬笋焯熟备用 第三步 热锅凉油 煸炒按松的大蒜后 放入冬笋和腊肉翻炒 用豆瓣辣酱 蚝油 白糖 酱油调味后 撒入青蒜炒匀 即可出锅 腊肉炒冬笋 嗯 不是只有两样食材哦 腊肉我们用两种对吧 冬笋也是两种 冬笋也是两种 一个是为了味道的丰富 一个是为了口感的搭配 没错 嗯 所以今天的这个菜其实是 暗藏了很多的秘密 比如说最开始在 超制腊肉的时候 加糖 这些很小很小的手法 没错 其实都决定了你最后这道菜 每一口吃进去的这种感受 嗯 现在我好想尝一口腊肉 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完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锦囊是 也是用腊肉的 也是我喜欢的 腊肉炒饭 腊肉炒饭 风味独特 口感丰富 简单好做 赶紧来学习 您需要准备 米饭 米饭 腊肉 香芹 鸡蛋等 第一步 把腊肉切丁 香芹 香葱 切碎备用 第二步 在米饭里调入盐和酱油后 充分搅匀 这一步不但可以防止米饭 在炒制时结块 还能提前打好底味 避免炒饭常见的调味不匀现象 第三步 热锅凉油 下入蛋液炒至金黄色 放入搅散的米饭和腊肉丁翻炒 出锅前撒入香芹和香葱碎炒匀 即可装盘上桌 鸡蛋